近几年来,越南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,更多的人会选择去往越南旅游,体验一下当地的民风习俗,感受这个历经战乱洗礼过后涅槃重生般的国家。 在越南的胡志明市往西北约35公里,有一个举世闻名的地方,古之隧岛,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争。 在越南战争时,这个区域就是传说中的越共总部,就是那个美军数度空头炸弹也依然无法攻破的名地。 古之隧道长约250公里,还设有厨房、休闲厅、医院,以及有系统的防御门,以及防范敌人所用的气体或水做突击呢。 随着时代的变迁,现在这里有一部分已对外开放,能够参观的隧道是在宾要和边定两个地方,宾要较为宽阔,有设计厂、礼品店等,简直像个公园一样。 边定的规模虽然较小,不过隧道里面大致一样。 在古之隧道遗址里还专门开辟了一段供游人尝试的真实隧道,游人们可以亲身感受在地道里穿越是如何的不容易。 地道很矮,个子高一点的在里面行走非常不舒适,在里面也能明显的感受到潮湿和霉味。 真的很难想象,越南游击队员以前在这里一待就是几个月,是怎么生活下来的。 怎么样,小伙伴们,看了古之隧道,有没有想起我国的地道站呢? 有没有想起我国的地道站,如果是有很多地道站,就不用一旦去了。 在里面来,你需要旧地的地道站。 有没有想起我国的地道站,你用来浮沙池用的地道站,你用来浮沙池用的地道站。 感谢观看